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讯频道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首清代纳兰幸德的词 《画唐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纳兰幸德,康熙年间的著名文学家 他的词作已清新脱俗,赋于哲理而著称于世 《画唐春一生一代一双人》是纳兰幸德所作的一首词 也是中国古诗词《词牌画春堂》中的代表作 该词描写了爱情之中的相思与离别之苦 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对生命价值的探寻 先读给大家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较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将向蓝桥一起,要成碧海难奔 若容相仿引牛津,相对望贫 大义是,明明是共度一生一世的两个人命运 却偏偏安排他们两地相隔 不能在一起,相思相望 而又不能相亲相爱 那么这春天又是为谁而来的呢? 蓝桥相遇并不是难事 难的是即使有不死的灵药 也不能像嫦娥那样飞入月宫与他相会 如果能像牛郎之女一样 度过天和双双团聚 日子再贫苦也心甘情愿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较两处销魂 这两句话表现了生命和爱情的短暂和珍贵 作者通过一生一代和一双人来描述生命的短暂和爱情的唯一 同时,他也表达了对于生命和爱情的珍视 因为他们只有一次 所以要珍惜把握 而争较两处销魂则表达了生命和爱情的悲凉 因为他们都是短暂的 很容易让人陷入无尽的思念和悲伤之中 相思相忘不相亲 天为谁春 这两句话表现了作者对于爱情的苦涩和无奈 在相思相忘的情况下 两个人却无法相亲相近 这种距离和分离让人无比难受 而天为谁春 则表现了作者的疑问和无奈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痛苦的情感会在春天里出现 也不知道这种情感会持续多久 将向蓝桥一起 要成碧海难奔 这两句话描述了作者表达 即使现在有不死灵药已是无可奈何 在此人眼里 心上人正像月公之中孤零零的嫦娥仙女 冷冷清清 与她天人永隔 寂寥半生 若容相仿引牛津 相对妄贫 这两句话表现了作者对于爱情和贫穷的理解和认知 如果他若能同他相见 一个像牛郎 一个像织女 便是坐睡在牛衣中的贫贱夫妇 她也满足 这首词作整体上表达了纳兰性德 对于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对于爱情的认知 作者通过描述生命的短暂和离别的痛苦 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惜和对于时间的重视 同时 她对于爱情的描述也非常深刻 相思相忘却无法亲近的场景 表现了对于爱情的苦涩和无奈 作者描述了对于生命的探寻和挣扎 如果他若能同他相见 为了爱情宁可过牛郎之女般的生活 展现了生命中的不义和坚韧 整首词作情感细腻 言简意该 同时也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每句话都充满了意韵 通过对于生命和爱情的描写 表达了纳兰性德对于人生价值的探寻 和对于生命的珍视 同时作者也通过描述对于爱情的坚真不渝 呼吁人们勇敢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难 坚韧不拔的前行 通过深刻的情感和哲学思考 展现了对于生命和爱情的认知和探索 这首词作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被后人称赞为悲凉之美 伤感之美 优美之美 唯美之美 这首词作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于生命和爱情的认知和探索 也表达了对于友情和贫穷的理解和认知 同时 他也呼吁人们珍视生命和爱情 然而 这首词作并非仅仅只是描述作者个人的情感和思考 它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纳兰姓德生活在清朝时期 当时中国正处于动荡和变革之中 在这个时期 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并存 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社会背景也反映在纳兰姓德的词作中 它不仅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情感和形式 也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思潮 例如 在这首词作中 作者呼吁人们珍视生命和爱情 这种关注个人情感和人性的表现 也是一种现代思潮的体现 这首词作中也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内涵 例如 在江向蓝桥一起 《药成碧海难奔》中 作者借用了典故 纵有不死之灵药 但却难像嫦娥那样飞入月宫去 在《相思相忘不相亲》 《天为谁春》中 作者借用了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 表现了自己对于爱情的苦涩和无奈 这首词作还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和思考 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和思潮 同时 它还体现了纳兰性德的词作风格 包括清新脱俗 婉转柔美等方面 这些特点不仅对于当时的文学界 有一定的影响 也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 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最后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作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和思考 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和思潮 它通过对于生命 爱情 友情和贫穷的探索 呼吁人们珍惜生命 关注情感 也反映了当时文学界的特点和创作思潮 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也体现出纳兰性德的词作风格和创作精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